天南地北谈华语 这周我们谈含锥的字 锥是短尾鸟的总称 而且这周谈的含锥的字 都还得是跟鸟有关的字 昨天谈了燕 大燕的燕 一种大型候鸟 昨天还提到燕多为一夫一妻制 甚至是终身就一个伴侣 并且雌雄共同参与雏鸟的养育 雌雄共同参与雏鸟的养育 短短一句话就有三个含锥的字了 哪三个呀 雌雄和锥 锥都在右边 雌左边是到此一游的此 雄左边是红大的红下面的偏旁 那个偏旁在这里读弓 哦 弓 雄是左弓右锥 还有一个锥 左边的偏旁也读锥 反锥的锥 雌和雄是相对的 雌是母的阴性的 雄是公的阳性的 雌有锥 雌的本意是母鸟 引申至母性动物 显然 雌在雌字中是生旁 锥是行旁 那么公在雄字中也是生旁咯 是的 本意是公鸟 引申至其他雄性动物 正确 还引申至强悍的男性 比如 雄啾啾 英雄好汉 雄壮 雄 雄本意是幼小的鸟 生下不久的 比如雏鸡 雏燕 雏形则是指 事物发展的初步形态 或初步规模 我第一次听到 雏祭这个词的时候 无比震惊 未成年的卖淫女子 雏 左边的雏是生旁 右边的锥是行旁 坐生旁的雏 除了只牲畜吃的草 也用作签词 用于称自己的言论见解等 比如雏意 雏论 除义的义是混义的义 大雁的雁 下面加个贝 就成了雁品的雁 带个贝的雁 是个形容词 表示假的物品 伪造的 比如雁品 雁壁 也就是假壁 雁造纸壁 就是伪造纸壁 雁本 是伪造的名人书画 背帖等 而雁首就是伪造古代名家手笔的人 有说因为鹅长得跟大雁很像 但是鹅的价格没有雁高 所以有人以鹅冒充雁来获取暴利 后来人们就称这种以假乱真的人为雁 而这些伪造的东西又是作宝物 所以在雁字底下加个倍 成了雁品的雁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搜索天南地北谈华语 你也可以通过RTMK应用程序 点击右下方Podcast的按键 重听天南地北谈华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